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没等来杨子肖战的余生,却等来往后余生,央视都高调宣传 还有一个月就要过年了,很多人也开始迎来假期 假期最好打伐无聊时间的方式,就是刷剧了吧 可能是了解观众的需求,剧方也开始行动 很多尚未播出的电视剧,也可能会趁着这个机会面试 说到带播剧,是否还记得杨子和肖战的言情剧余生,请多指教 这部剧是根据柏林石匠同名小说改编的 两年前就已经拍摄完成了,原本已经在芒果台定档了 但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延缓播出 原本,因为主演是杨子和肖战,粉丝都非常期待 而且很多看过小说的人,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但芒果台出尔反尔的情况,几乎耗尽了粉丝的热情 尤其是这种溜粉的行为,更是引起来粉丝的不满 如今,距离上次官宣已经过去了半年的时间 但余生,请多指教却一直没有消息 粉丝们已经习以为常,不再期待什么 就在大家慢慢淡忘的时候 有一部名字叫《往后余生》的电视剧悄然播出 刚开始看到名字的时候,很多以为这部电视剧是改了名的余生,请多指教 结果却发现主演是李小冉和钟翰良,跟之前的杨子和肖战有出入 细心的网友这时候才发现,原来《往后余生》是另一部电视剧 《跟余生》,请多指教不是同一部剧 《往后余生》是根据肥沃斯存的小说《爱你是最好的时光》改编的 讲述了心外科医生与单亲妈妈的爱恨情仇 简而言之,这又是一部描写中年爱情的言情剧 《这也是继来不及说我爱你》之后,钟翰良和李小冉时隔11年的第二次合作 虽然《往后余生》讲述的是中年人的爱情故事 但这种成熟的感情也吸引了很多粉丝 甚至连央视都站出来高调宣传 并且还发文称,非常期待李小冉和钟翰良即将带来的惊喜 看到央视这么积极的宣传 估计《往后余生》在2022年就能跟观众见面了 说实话,我还是很期待这部电视剧 要知道钟翰良的颜值一直在线 尤其他出演的何以生肖默 我连刷了8遍 这次他饰演外科医生 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差 不过,虽然《往后余生》基本已经确定快要播出了 但很多网友还是有遗憾的 都想知道余生 请多指教到底什么时候播出 大家等待的时间太长了 希望2022年 这部电视剧也能如约而至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